在绿水青山间心情耕耘 让贫困村走向致富道路 他让一片叶子赋了一方百姓 绿水青山的实践者圣阿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浙江省安极县黄渡村的经验指的介绍 那里的人们深刻地理解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扎扎实实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致富之路 这个叫圣阿伟的人 是浙江省安极县黄渡村党总职书记 十多年来 他执着地干一件事情 就是带领大家让一个贫困村 变成了远近文明的富裕村 在村里有这么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一片叶子赋了一方百姓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神奇的叶子呢 最近浙江省安极县黄渡村党总职书记 圣阿伟的心思 全在村里白茶城二期的工程建设上 圣阿伟任职党总职书记的黄渡村 是浙北地区的一个普通小山村 和当地别的村子漫山遍野的竹林不一样 这里种植着一行行的白茶树 当地百姓都说 他们种在山上的都是金叶子 一片叶子附了一方百姓 指的就是白茶 如今的黄渡村是一个远近文明的富裕村 但是就在十几年前 村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时的黄渡村没有支柱产业 穷的叮当响 而因为穷 基础建设跟不上 道路泥泞 房屋破旧 六七以来当地人呢 有些个道路比起 它在外面 特别把那个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房子 比较多 基础呢 楼浪浪雨水 那里来看呢 才高帮子套在楼上 代表成家 西游来看呢 挖的清晰的到各地方去看 那里 开到个条路来看呢 就是河山的 这种彩币呀不好进二十年 2002年 圣阿伟在众人的推举下 借过老支书的接力棒 成为安吉县西龙乡 黄渡村的领路人 承担起带领全村百姓 发家致富的使命 都说穷则思变 那么 如何让山里 生出钱来呢 黄渡村 其实也进行了各种尝试 我们80年的时候 我们村里面种辣椒 到90年的时候 我们种板栗 种扬梅 种竹子 种菊花 什么都种 没有找到一条 这个制服的路 然而 无一例外 这种种尝试 最后都失败了 村里的人 士气非常低落 觉得自己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机会了 但郑阿伟 并没这么想 他描上了一直被其他人忽视的东西 那就是位于村子里的一个白茶基地 原来早在1997年 当时的安吉县林科所勘查认定 黄渡村的土质和气候等自然条件 适宜白茶的生长 尤其是偏酸性的红壤 富含铁铝氧化物 使得这里产出的茶味道更好 于是当地政府在这里筹建了白茶基地 我是最早一个种白茶的 也可以说 97年党委政府提出种白茶 我就种了三千株 也许是多次种植其他 如板栗 羊梅 辣椒等作物失败的经历 老百姓并不看好白茶 积极性不高 另外 由于白茶的种植成本高 技术要求高 失败概率高 同时山林的承包期又短 村民们不敢种也不愿种 但是 圣阿伟依然执着地认为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具备良好保健功能的白茶 需求必然增长 并且 种植白茶对于环境保护也是一大提升 有助于改变脏乱差的状况 于是 在老书记圣阿林的帮助下 圣阿伟自己带头买苗种茶叶 再挨家挨户地跑 发动党员带头种白茶 为了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 圣阿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村里山林承包期 从三十年延长到了五十年 这如同一记强心针安了百姓的心 于是短短一年 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就达到约五千二百余亩 人均年收入突破约七千元 白茶迅速成长为黄渡村的富民产业 黄渡村村民开始过上了 那绿叶子换金叶子的日子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村共有茶园约1.2万亩 村民直接经营茶园面积达到约五万亩 417个农户拥有325本安吉白茶营业执照 年产值突破4亿元 人均年收入约超过4万元 在前线层面上 我们黄渡村200多个村是比较穷的一个村 那么现在我们是200多个村 可以说是最富有村之间 现在我们黄渡有800多辆小村 这个变化是特别的大的 就非常经典的话 只要一片叶子成就这个产业 付了一方百姓 如今的黄渡村整洁干净 跟十多年前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仅是茶叶本身给村民带来收入 成片的茶园也成了旅游景点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无数前来观赏的游客 黄渡村走出了一条环境保护之下的致富之路 一片叶子附了一方百姓 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当总职书记 圣阿伟十多年来带领村民种植白茶 他一步一个脚印带领黄渡村 从小规模种植安吉白茶 发展到中国白茶第一村 但是圣阿伟并不满足于此 他开始考虑能不能带领其他贫困地区的农民一起致富呢 2018年4月9日 圣阿伟等20名农民党员代表向上级政府提出 愿意捐赠150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 帮助其他贫困地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希望这片叶子能再富一方百姓 翁草村是一个纯苗山村 地处湖南省古丈县莫容镇东北部 因为山多地少能种粮食的水田 是山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村子一度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2018年圣阿伟把白叶一号茶苗带到了翁草村 而两地的气候差异和土壤区别等都成了人们担心的问题 白叶一号要远家他乡 他能否成活能否形成产业能否带动当地致富呢 圣阿伟这个娘家人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忽略一个小细节 就会给当地本来不富裕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以前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就这样的 一个就是海拔的一千米左右我们认为种白叉 根据我们那边种的经验是没什么大问题 圣阿伟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富贫的 他认为只有把白叶一号捐给当地才是富贫的真正开始 于是他在村子里驻扎下来 还把最有经验的技术员土专家都带到这里 做好了长期待下去的准备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019年春天 白叶一号的福贫苗掌势喜人 圣阿伟交代完采摘事想后赶回浙江 去处理自己村里长芒季的各项事宜 可这头圣阿伟一走 那头村民就盘算起了流流新苗 长长茶树 可白叶一号的特性并不适合这么操作 白叶一号每年的春茶必须采摘 除去顶端优势 等春末夏初气温上升后 夏茶的心芽才能蓄力萌发 从而转绿变成茶树 这也是每年安吉当地 在茶季过后 必须修剪茶园的原因 白叶一号和其他品种有所区别的 它最关键的问题 春茶是白的 必须要采掉 不采掉它的一路数上不来 而且一直往上涨 一片一涨一薄 高温以后 它就要掉叶就要死亡 就在村民满心欢喜 期待春天过后 就能看到掌饰喜人的茶园时 令人绝望的一幕出现了 当时整个漫山变眼 都焦了 叶子都开始焦了 法罗公一样的 而且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个东西所有老百姓都很急 不仅当地百姓急 得知情况的盛阿伟更急 他交代完自己村里的工作 订了车票就赶往湖南 去现场指导村民抢救茶苗 抢摘 修剪 遮阳 忙活了一个多星期 总算把数百亩的受损茶苗 救了回来 几乎第一天 一半就采掉了 四天采好以后 马上就增加一面费 有损失 但是从观念上 从技术上 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支持 三个月过去了 曾经损失惨重的茶苗里的茶叶 都已经恢复了生机 正是盛阿伟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和把扶贫装进心里的作风 让他说动当地百姓 也带动了当地百姓 两年过去了 翁草村合作社 共发放工资二百六十多万元 为贫困人口人均增收五千多元 一片叶子 让安吉县黄渡村走上了致富之路 同一片叶子 又让翁草村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翁草村只是黄渡村党总职书记 正阿伟扶贫路上的一个缩影 黄渡对口捐苗帮扶的村 涉及湖南古障 贵州普安 四川青川等三省四县 近些年来 盛阿伟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用到了大山深处 这样的场景在盛阿伟家里再平常不过了 从浙江安吉到贵州湖南四川三省四县 从玄典开始 他所有的心思都记挂在西部的茶苗上 把收入的鱼 要不成收入的鱼 对吧 那么这个收写以后要造写 必须要在管理上要跟上去 要不然的话 你苗签给他不管了 那反而给他们增加的负担 更不要说要带动一个产业 让老朋友突平致富了 于是从2018年开始 几乎每个月 盛阿伟都会出现在四个授卷地 从玄典 改土 送苗 种苗 到后期养护 盛阿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个环节 因此他成了当地百姓口中 最靠得住的阿伟书记 比如老伟姓叫人嘛 亲戚都叫后面两个字嘛 当时是从整地开始 直接到这人手把手捐 普环节他每个月还来一次 不只是我 我们普安老伟姓 只要提到白衣 首先想到的就是黄多生 然后就是阿伟书记 因为受捐的 几乎是什么 这么大的 喜别的 就是 你怎么能够 有什么 你怎么能够 走 不如今 没什么 你怎么能够 上去 你怎么能够 再来 你怎么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大事小情 三省四地的老百姓都要问问阿伟书记的意见 这就让盛阿伟的工作行程排得更满了 有时候确实苦 有时候出来一个星期 几乎都在车子上 但是我们已经承诺这个事情 要帮5839名 平均就是脱贫致富 再带动一个产业 就有时候就忘记了苦 我们对这边的印象就是 确实比我们富裕嘛 应该是我们感觉 我们就像上山下地 因为估计他们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后来他们技术也跟我们一起 我感觉吃苦乐乐的程度 应该不在我们之下 他们这种行动在天一模糊地影响我们 富裕是通过双手分的出来的 2020年春天 贵州省浦安县的白夜一号开采了 扶贫苗的开始采收 让当地两千多名建档利卡的贫困户 看到了希望 对我们现在我们公司还没来观察 就一过夜又是两千一百六 还有我们来和给老板做 老板又是一天一百 我们就过夜有四千多块 就五千块 很高兴 亲眼见证这里采出的第一片芽 喝上第一杯新茶 让圣阿伟激动不已 在四川青川 村民们又新规划了三千五百亩种植基地 在湖南古葬 围绕五百多亩的茶园和苗寨风光 当地发展起乡村旅游业 据国务院扶贫办预计 这一千里传情的扶贫行动 将带动一千八百六十二户 五千八百三十九名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脱贫增收 在村党总织书记圣阿伟的带领下 黄渡村先后获得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 中国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既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地 又是脱贫致富的典范 一片叶子赴了一方百姓之后 圣阿伟不忘初心 积极投身到帮扶其他贫困地区的绿色脱贫事业中来 充分体现了为党分忧 先父帮后父的精神 把帮扶困难群众这件事 做实做好做出成效 带动了更多的人给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